6月13日清晨,一阵巨大的爆炸声把湖北石砚地区的人们炸醒了 在该地区的张湾燕湖小区内,一栋两层建筑在瞬间爆炸 冲天的火光从建筑中喷涌而出,将房屋炸成了废墟 截至14日的报道,该次爆炸造成了25人死亡,138人受伤 是近年来少见的伤情严重的爆炸事故 爆炸发生的楼房是一栋二层建筑物 据悉已经有至少30年的房龄,属于老式建筑物 目前这座建筑被用来当作社区菜市场 一楼还开设有药店、早餐铺子等 事发时是清晨6点半左右 这个时间点是附近居民在此吃早饭的时间 这也是造成伤者人数众多的原因之一 根据报道,目前仍有一些重伤患者在医院进行抢救、看护 他们的家属已经被安排到了医院附近的居住地 以便就近照顾伤患 我们先在此啊,祝愿这些伤患能够从生死线上被抢救回来 希望那些受伤的人也能早日康复 那么,此次爆炸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根据官方公布的初步调查结果 爆炸是由天然气管道损坏,导致的气体泄漏而引起的 天然气的爆炸为何能引起破坏力如此巨大的爆炸? 那是不是说明天然气不够安全呢? 目前,我国天然气管道的铺设主要是在中西部地区 天然气来源主要来自我国自主开发的天然气和国外进口来的天然气 因为天然气燃烧时所产生的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相对较少,较为清洁 所以一直以来被认为是非常理想的燃烧能源 天然气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是安全可靠的 但是由于它的易燃易爆特性 在使用的时候需要格外注意 如果操作不当,确实有可能会引发火灾以及爆炸 这是因为天然气中主要成分是甲烷 它与空气中的氧气结合会产生大量的热能 一旦天然气泄露到空气里 它里面的甲烷分子就会与氧气结合形成化学反应 浓度越高所产生的热能就越多 继而引起更多甲烷分子释放能量 最后在瞬间造成气体剧烈膨胀 这时候只要有一点火星就能引起爆炸 天然气爆炸浓度极限是5%到15% 在此次的实验地区爆炸事件中 天然气泄露的场所可能是在地下一层 我们知道啊 每立方米的甲烷在一个大气压下 所产生的热量是35822千焦 相当于是3.3千克煤炭燃烧所产生的热量 根据地图上显示的燕湖农贸市场的面积图来看 它大约长为100米 宽约10米 层高我们以2.5米计算 那么地下一层的容积为2500立方米 如果在这2500立方米内充满了浓度超过5%的天然气 天然气中的甲烷按照85%来计算 相当于聚集了2125立方米的甲烷 它相当于7吨煤炭的量 在不通风的情况下 整个地下一层相当于一个密封的炸药库 据受伤的患者反应 爆炸当时产生的气浪将它直接冲开了3米远 根本来不及反应 爆炸波及了附近大约900多户住户与商户 目前都已经被疏散和妥善安置了 爆炸后的抢救工作目前仍在紧张的进行着 我们在为受伤群众起伏的时候 也呼吁有关单位能够及早落实燃气管道的检修工作 及时更换老化的天然气管道 这样才能尽量的排除隐患 避免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大的灾害 天然气利用得好 可以给人民造福 如果疏于管理 也会给人民带来想象不到的灾难 我们应该引以为戒 彻底杜绝这样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